打成那个样子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了高宏波高之道 其实有的时候 人贵在坚持 也不好说 压力重重 这是每一个球队 还有每一个决策者做出的选择 这个球乌塔卡越位了 万里烟云兽确实太快 跨下做起太快 恐怕也就只有吕征 下面那个赤兔马 还能和他一拼 安塔尔想来一个外脚背的销魂直塞 没有成功 安塔尔这个外脚背还是非常厉害的 王运再给到了右边 杨家威进来了 看看进去前沿 包抄大门球进了 查尔顿非常的漂亮 这个球应该是源于 左边后卫的一次失误 查尔顿先亮剑了 查尔顿 这是中超联赛的第四个进球 刚才也说过这个小伙子特别好 踢球也是特别的卖力 而且加盟的时候只有十万美金 他曾经在亚安地震的时候 赛前下跪为地震的遇难者默哀 这个小伙子确实非常的机敏 我再来看一下 是江苏顺天对左路的失手 查尔顿前叉非常的干净利落 里昂的一次补防没有到位 而刘建业和埃里尔森 右路和中路之间的一个空档 让查尔顿抓到了 拍马赶到小快灵 非常的精彩 这样的话开场二十多分钟 江苏顺天在镇江体育场落后了 我这次传球啊 无锡也是直接找到了